最后两块要试的 最块是我已经打了一个星期的 一个王曼玉 然后正手配的黄标3和反手的05 因为之前拍那个450好像有点 太轻了 然后就还是换05试试 然后这个就是大家让我试的这个章本 其实我已经偷试过了 很难打 但是为了没办法要给你们拍个测评 打给你们看我是怎么拉不上 拉不动的一种 那我就先打这个试试吧 来吧 不对 其实他的上旋很好打 就打上旋感觉剧透你知道吗 就挺爽的 等下打下旋你就知道了 是怎么样个难打法 我们先打上旋 上旋看不太出来 很弹 反手吧 很弹 上旋很爽 我那样打上旋 我就想说 就换这块拍算 下旋 开始 我的表演 就先从反手拉吧 因为我反手好一点 你看 你看 就我非得拼命往上拽 我要稍微想10点 稍微轻一点 基本拉不上 我那天一上手就是连续下往五个 我吐血 我得这样拽看好了 我得拼命这样 地震了 地震了 我但凡 想轻一点往前甩 绝逼下往 没有任何意外 绝逼 逼 对 对 对 震手 重头 绝逼下来 我只要按照我平常的力量去拉 我不是黑他 我是真打不动 我得 然后我轻松一点拉 拉得好嘞 拉得动 他有多硬 我就有多狼狈 内置拍 千万不要随便去试 特别是 就是 像我这种没啥力的 或者新手 还没有找到那种发力的感觉的 是 就不要去盲目跟风 内置拍了 好像说女队都只有 孙颖莎和那个 大敌 在打内置拍 所以他们的力量是足够的 其实你看我要是 很用劲的话 很用力的时候 也能拉上台 但是偏偏我又是那种比较懒的人 内置拍打不动 根本打不动 千万别乱跟风了 你想 两面外套我都打成这样 如果我真是要换成狂标 那 无法想象 灵感探望来了 我已经其实已经打了差不多 一周了 打了一周了 感觉还是不错的 只是说很奇怪 你知道吗 就是 我之前反手 一开始粘的那个飞龙 可能因为配重问题 我觉得反而那个飞龙好打一点 然后现在换了 前段时间换了那个450 因为感觉反而有太轻了 我现在换了05再试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 我可能还是要换飞龙吧 或抗龙系列 它那个客纵会比较 配纵好一点吧 还是我的我 斯蒂卡 好了 这是反手吧 可以 有个05还挺凹大的 盘是吧 你看我这个就会 不用 不用很 很发力的那种感觉 就是 比赛中能有一个 这种质量就够了 不可能板板爆充人家的 女孩子主要是打闲接 可以了 太累了 打那个张门打的 就是 对于我来说 还是综艺我的拉丝卡 不知道 王曼玉这块球拍会不会拉丝 但是我至少反手 换胶皮的时候没有拉丝啊 他这个球拍那个材料和 那个面和那个板面 我撕下来是没有拉丝的 我从抗龙换到450 再换到现在05 已经换了反手三块胶皮了 我觉得05还不错 但这个05是旧的 我要换一块新的打 反正就是 女孩子的话 你就往斯蒂卡冲吧 真的 可以接力 可以发力 控制也非常的不错 打得轻松一点的话 然后对质量要求没有那么高 因为我们主要是打速度打衔接的嘛 就不是说板板需要暴冲暴死人家那种感觉 就可以冲 勾 这个是勾吧 这个不是叉 这个是勾 收工 耶